我這樣看, 她應該還有話要說 我再說一次 還有話要說 對, 我再說一次牌 好… 好, 因為… 但其實我也很想知道 她經常跟著我, 她這麼喜歡我 但她怎麼不幫我呢? 她有幫你, 她說有空幫你推 趕走了, 但因為你的靈異體質 不然走了, 會回來 但她偶爾去探望你一次就幫你趕 但剛才所看牌, 每次趕都會趕幾個 而那些人會報復她 趕走了, 那些人會報復她 換句話, Allen這一世 是否會有忠先生 久不久就來幫她清場嗎? 很難說, 我待會問她 會不會繼續… 是 有空去幫她, 但她想表達的 可能也提醒了Allen 你自己會不會做些事幫你自己呢? 因為她說, 剛才看牌 應該她是有事的部門 但應該是你不明白, 很難 因為有其他靈體會阻礙 你有沒有試過做夢見到她? 沒有, 因為比較複雜 她應該是想嘗試很多次跟你溝通 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有其他東西存在 所以她也有她的難處 因為她自己也是靈體, 她不是神 好, 現在Allen呢? 但我聽到她的聲音 我不肯定是否她 但她的聲音是溫柔的 可能她嘗試想聯絡你, 跟你說 但某些地方有人干擾她 她就不能說下去了 既然她肯跟她溝通 你就問剛才那個問題了 就是有什麼可以幫她? 是… Allen, 你選擇一個 這個 好 我覺得最神奇的就是她告訴我們 她後來才發現原來這是一個病 是, 這個… 其實我覺得她過身, 做了靈體之後 也有增值自己去知道她是有病 而且她第一段是誤傳了她的消息 是的… 起碼趁有機會跟她澄清 是嗎? 好, 還有什麼她想解決? 她就不肯說有什麼可以幫到她 但她就提醒Allen 接下來你會有兩個姻緣 有機會出現有兩個男士 有一個很懂得說話的 也可能是外形好一點的 她提醒你這個人你要小心她 另外一個人 她是可靠實力型這個人 這個人是可靠的男士 不過可能有些大男人 但這個人是信得過的, 她提醒你 她幫你選擇, 即是接下來Alan會有一個 如果兩個出現 幫我選擇 就選擇那個踏實的, 她叫你 對, 因為有一個… 這個叫魅力王子 會說話, 經常哄她 因為之前提過, 她有提過 她覺得她很純品 因為只要她對人好 別人對我好, 我就對你好, 很簡單 會說話的就小心 另外這個… 她叫你不要經常聽甜言蜜語 可能你選擇的時候, 她想提醒你 你選擇一個踏實的 對 Alan有沒有這個謂習慣? 總之聽甜言蜜語 你不喜歡嗎? 每個人都喜歡的 不知道 每個女生都喜歡 不是, 只不過我 不是, 她提醒你 是我… 有兩個人出現 你要選擇踏實的那個 那個對你的未來很好 對, 因為這裡有說到 只要因為當愛情… 當她拍拖的時候 她的智慧就會減退 對, 愛情是好 她是戀愛佬, 是嗎? 是真的嗎? 是, 我認識的 你完全是一拍拖就甚麼都不管了 她現在提醒你, 叫你不要這樣 自相零分 你看看這兩張牌 一張是感情背叛 但一張是戀愛的美好 就是形容對上這兩個人 一個她口甜舌話的那個 是感情背叛的 但另一個可靠的那個是戀愛的 未必一定是說結婚 但到了很久和到尾 我仍有機會 好, 明白 她說這個人為何她覺得好呢 這張, 熟悉彼此互相尊重 她說其實你應該要選一個 這樣的男士多於騰騰騰騰 是, 選一個踏實的 對, 牌又說了 好了 那男士是否在內地面 在哪裡 這樣我稍後私人再幫你 對, 私人, 因為這些太私人了 不是, 因為這個是Paul說的 中先生 對, 中先生說的 對, 私人為你再開 對, 再看你的恩怨 對, 她說每次見到你 以為拍拖的男士都很聰明 有很多條件挺好的 但落胸很痛苦 所以她不想你這樣 好, 她不想你傷心 好嗎 我知道陳雅倫還有一件事 是很想解決的 就是她死了的貓貓 我們節目時間有限 一會兒我會請羅詠嫻 在節目結束之後 親自和陳雅倫的貓貓 如何解決她們這一生的緣分 好嗎 我知道你有些東西送給她 是嗎 是, 沒錯 因為她真的要幫你去… 對, 在送東西之前 我們要解決了 我們今晚送給家庭觀眾的禮物 也是正正就是這些開運手串 其實我也很想要 不過這些機會不屬於 我是屬於你們的 不過你要答中問題才行 問題就是如果村長想還神的話 她會選擇 A, 穿泳褲跳舞 還是B, 吞多一次火 村長, 請 好的 大家看過了 穿泳褲給大家看看 我還用茶袋倒轉穿給你們看 真棒 感激你們支持 沒錯, 得獎名單將會在 TVV Plus的專區公佈 得獎社會有人專人聯絡你 好的, 下星期一 千萬別錯過, 除了送大獎之外 我還請了錢小豪上來 她還沒說過這件事 就是究竟這個世界有沒有殭屍 我要留下Alan 因為一會兒 她就會解決她貓貓的問題 寵物的問題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 可以拍給下星期再看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